我們看這個一題 他說在編長13的正三角形 這編長是13 正三角形ABC上各邊分配取PQR 使得APQR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如下圖所示 如果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面積AR是20跟3 線段PR應該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假設這一段角X好 這一段當然就是13-X 因為這一段跟這段平行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所以這也是13-X 我們知道平行四邊形 它的面積等於多少 它的面積 A就是多少 本來三角形的面積是2分之1 乘以X 再乘以13-X 再乘以13-X 再乘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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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0度 因為它現在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2分之1不用乘 這是三角形面積的公式 這就是面積 這個是面積 這面積它是說是等於20跟號3 那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這個是等於2分之跟號3 跟號3可以約掉 所以就得到 得到乘X平方 加13-X 等於40 那把它移過來 結果X平方 減13-X 再加40 等於0 這應該是8跟5 交叉相乘 8跟5 乘乘 所以 它的解 這可能等於8 不過 這裡如果是等於8的話 這個就等於5 相當於是這個等於5 所以這兩個解釋上是一樣的 你可以 反正的話 就是 一個是8 一個是5 就是平行四邊形 兩邊的話 一個是8 一個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同一個解 好 那我一個是找出來的 不是找出來以後 我要求這個對角線 那一個8 一個5 這是5 這60度 那我就可以把PR找出來 PR等於多少 一個8一個5 就是5的平方 加8的平方 減掉2 乘以5 乘以8 cos 60度 這2分之1 約分的話 就是變4 這40 88 64 64 加上25 這是89 89 這個是40 減40 所以是49 所以是根號49 開放是7 所以當然是7